你要幹什麼 要幹嘛 我坐車手 還坐車手 兩名男子站在路旁 你拉我扯 員警立即跑過來 釐清狀況 我們回拍手了解看看 一直打我 一直抓我 我哪有都一直打你 料心男子大聲喊冤 否認自己就是車手 還指控計程車司機打人 但不管他說什麼 都還是被警方帶回調查 自己打開啊 你打開啊 搞成這樣 我自己的錢啊 這真的是我自己的錢啊 這是去哪裡領出來的 ATM嗎 ATM 怎麼會用這個綁 回到派出所 他還是不停狡辯 警方當場從包包內搜出大把 現鈔最後查證 眼前這個男子就是一名車手 能夠及時抓人 都是因為小黃司機相當有警覺心 這東西很高 他還聽老人在問他 你這個錢當時的銀 我就先來路易所 這一頂去狡辯了 29號料心車手叫了計程車 到雲林高鐵站 和一名70歲老王碰面 他向拿走老翁五十多萬元現金 司機察覺疫症就直接將車子開往公正派出所 車上六星男子發現被送往派出所 趕緊下車把腿狂奔 後來70歲老翁五十多萬元老本也食而復得 近新聞王惠如中誠 張景涵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明天十多萬元